那听完这些面试技巧分享后 那我们会进到一个这个文化体验的一个环节 那在这边的话呢 微软总共会有五个这个文化的这个价值 第一个是Gross Mindset 第二个是Customer Obsessed 第三个是Diversity and Inclusive 然后玩Microsoft 以及Making a Difference 好那在这边呢 我们也听到嘉宾 其实在前面的分享就已经有带入一些 他们所感受到一些蛮深刻的这个文化体验 那在这边我想要邀请这个Ann 来分享一下您眼中的这个成长性思维 Gross Mindset OK 谢谢Samuel 那在Microsoft的文化当中 Diversity and Inclusive就是多元化 还有一个很强烈的文化就是Gross Mindset 就是成长思维模式 那在底下这个图表 你可以大概看一下 就是Fix Mindset跟Gross Mindset 有什么不一样 当你是一个Fix Mindset的时候 你不是用积极正面的态度去思考 你会比较悲观与消极的态度 去看待人事物 可是当你是用一个Gross Mindset的话 你觉得很积极 也很乐观的去看待 也会因为这样你会开发 或看到一个不同层面的东西 那也相对的你会有自我的成长 那各位从学校到职场 会有不同的挑战 那可能会有一些震撼教育 因为毕竟环境不太一样 那我觉得 就是请各位就是 用一个比较 Positive的Gross Mindset 去面对不同的挑战 那不管是挑战或Failure 其实都是只是一时的 最重要的是你在这中间 可以学到一些什么 那这个当然就 就是给各位一个 比较积极面对的 一个态度 那人就是要不停地成长 才会强大 那我这边也附上一下 我们CEO针对Gross Mindset 有一句话 那我也想跟各位 就是大家share一下 就是也希望大家 对微软的文化有点了解 那未来有机会成为 微软的一员的话 We can make this world a better place to be All right, thank you 谢谢Anne的分享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刚刚有听到成长性思维 那其实多元与包容在微软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文化之一 那如果以我们校招为例 就是我们有一些 这个活动 比如像Girls for IT 或者是 这个是我们关注女性 在职场当中的一些发展跟机遇 那除此之外 我们也有面向这个 谈上同学的一些 PWD的engagement的计划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想要 邀请Ash来分享一下 你所认识的这个 Diversity and Inclusive的一个文化 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谈到Diversity and Inclusive 这其实也是微软五个 这个核心价值其中的一个 那以整体我们看Diversity 跟Inclusive 其实就是在谈多元跟包容性 那其实我们可以从两个面向来看 也跟同学们分享 以我过去在微软这四年半的经验 其实我所有的同事或者是这些 我的老板、长官们 其实大家的背景是非常多云的 我自己是文科的背景 那我的同事呢 也有像是历史系、政治系、经济系 毕业的同学 那也有是电机、资工、资管 这些背景的同学 所以其实以整体同事的背景 其实是非常多云的 那第二个 以过去我曾经担任两届 微软服务委会的主委 其实更可以看到 微软的同事 不管从年龄层 从性别 再到过去学习的背景 其实都是非常的不一样 我们有国外的毕业的同学 也有在台湾一路求学的同学 所以其实各式各样的背景是非常非常的多 那如果对外部 其实可以看到 过去我们Mcaps 其实都是直接面对到客户 所以我们有各式各样不同种类的客户 我们有只会讲台语的客户 我们有只会讲英文的客户 我们有喜欢跟你喝酒的客户 有各式各样的客户 所以你如何作为一个accounting 去看到你客户的多元 是这么的不一样的背景 你如何让客户觉得 Microsoft永远position在一个受尊重的地位 那我们一起透过D&I 在内部也作为一个one microsoft的team 来做到我们可以去deliver客户的success 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谢谢 好 谢谢Ash的分享 那这里我们就是也要跟同学说 如果说您听完这些分享 你很向往微软的文化 那真的是非常欢迎你加入 然后一起来探索更多的可能性